小姨子 稀客稀客 我跟你姐说了多少次了 一定要让你过来做我的秘书 终于来了 哎 内山 来 内山 你跟我说句明白话 你到底想把我姐怎么样 哎呀 二妹 你吓我一跳 整这么严肃 我这不是正体谅 她最近心情不好吗 让她回娘家散散心 怎么了 二妹 我姐姐对你是掏心掏肺的 自从接了婚以后 她一心想要做个贤弟主 她没有功劳总苦了 好吗 你就这么万恩负义吗 不就是不能生孩子 至于一脚把她踢开了 完美 这话你不提吧 我还真不好意思说 别看我祝宫他这样啊 那也是祝家的独苗 无效有三 无后为大 我怎么办 到头来怎么样 一门绝户啊 我出去都没脸见人 抬不起头来 二妹 你告诉我 我到哪里说理去 你不要用这些话来敷衍我 你忘了你当初发的事吗 发的事 那说出去的话 就等于放出去的屁 不算数 都这样了 我还不能发几句牢骚了 你那是发牢骚吗 你明明动手打她了 完美 你看看 你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啊 我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说呀 到现在这个样子 你姐姐不能生孩子 这是事实吧 我跟她离婚了吗 我到现在还让她住在家里 我是不是做得已经够可以的了 完美 要不 你帮我生一个 刘芒 问我还叫过你几生姐夫 你蒙我良心 你当初为了娶我姐 你是怎么骗我的 什么孩子 明明就是找个借口 你对我姐姐从来就没有过真心 你们俩的婚姻就是一场交易 要是真有了孩子 那才是天大的不幸呢 你把门打开啊 你把门打开呀 满阵 跟妈奶奶一起走吧 去录安 听你姐姐的话去录安 姐 你把门打开 姐 我这个是传染病 赶紧走 不要待在这里门子 我不怕 你赶紧把门打开 我要带你走 不怕什么呀 二妹 又来看你姐姐了 我要带我姐姐回录安 我要带我姐姐回录安 好啊 但是你姐姐现在正病着呢 你这样带她走 你会要了她的命啊 那不用你管 总之我要带她走 二妹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信 我朱红财再坏 也不至于想看见你姐姐有个三长两短吧 你想带她走 你想带她走 我不拦着 我不拦着 但是 你总得等她好一点吧 你说呢 二妹 听我的 你呢 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几天 好好陪陪你姐姐 等她病好了 我送你们去 行吗 二妹要是担心我的话 那我马上搬出去 让你好好陪陪姐姐 二妹不说话就等于答应了 那行 我马上搬出去 曼震要在这儿啊 陪你住几天 我呢 就出去避避钱 省的呀 以后你又拿我客户 啊 我马上搬出去 这儿子 是 今天 我将他帮助 也不 pater 我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